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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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轮死了 显然不连失了 收益更高啊 毕竟人家还有追忆 是吧 好 我们很悲剧 作为忠诚一上来 鲁树动的没动 直接降游降游 被三位目前来说还不知道他的身份的孙策给描死了 这样孙策要么是反贼 要么是内奸 我觉得他后来开了一个篮盘 这个是内奸的可能性比较的大 是吧 好 这样看样子 剩下人都是反贼了 这个篮 这个诸葛蛋一看我们是跟曹瑞有配合的 这个曹瑞也说我们还有这个留鞋在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诸葛克要321砸死我们 好 他选择砸这个主攻 主攻刚刚判黑 这回还会黑 立马给你判一个红 让你见识见识 好 这个诸葛克再次一个火杀 这个主攻再一判 又是一个黑 目前来说两黑一红 诸葛克看样子还要砸 砸砸看 好 果然砸了一下 很好 没有砸我们 主攻来两黑两红 非常的标准 是吧 这个曹瑞这么多的打击下去 这个主攻还是只掉了两血 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再开一个蓝蛮 再压一下反贼 但是这个赵云显然不怕 这个蓝蛮 这个翻面的成群 看样子是我们的突破口 这个诸葛蛋已经捞到第一桶金 成功的涨了五血 再死了一个敌人 涨了一个 涨了一血一上线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这收益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 争取突破这个成群 把这个人数的优势给搬回来 现在我们是三打四 非常头疼 哎呀 这个成群手上还有一k点 这个曹瑞没有拼赢 结果又判了一黑 目前来说概率还挺正常 但是我们已经劣势了 我已经说过优势的时候 要求稳 是吧 劣势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 要干嘛呢 记得我说过的 要一银 是吧 我们要一银 每次挥拖都判红 反正无数的火力趋于无形 哎呀 我们看另一个方面 开始一银也可以 就是曹瑞 桃子特别多 瞬间吃满了 手上还有两桃 这简直 这行 一银有了效果 是吧 我说了曹瑞吃一个桃 相当于别人吃两个桃 目前来说 这个概率还是挺正常 只要曹瑞恢复一滴血 是需要反正的两点火力 才能把这滴血给打掉的 但曹瑞这个心衰废掉了 是吧 因为我们是个群雄 内奸孙策 是个武果 没有魏国的武将 可以跟他心衰了 好 孙策看样子 要替我们打的功了 把成群给连起来 把朱古克也连起来 但是有法恩的存在下 再连了 之后还给他们补了两张牌 好 朱古克看样子是要砸我们了 我们被乐了 他有什么理由不砸的 这是看样子 我们只能再一赢 哎呦 这个一赢成功 这个内奸孙筑给我们打一无懈 结果朱古克表示他也不含糊 是吧 就是连着两个神奇的傲财 全部出了散 我们无语对苍天 这时候再来一次继续激活 这个成群幸亏我们是无视距离的 是吧 虽然成群离我们这么远 这个主公有个方力化级 是吧 然后我们要这个拼点 然后主公这个拼点对成群一杀 还可以自己再对成群一杀 还可以放一个蓝蛮 看这个成群倒了没 这个赵云表示哪那么容易啊 这是反折第一次求逃 是怎么回事 是吧 成功的把这个成群给捞了回来 朱古克终于二财不行了 不给力了 哎呦 主公手上还有一桃子 又给我们塞坏了 我们跟主公的配合 我们俩只要这个流鞋不被乐 我们是没有弃牌阶段的 是吧 我们不可能弃牌 这个乐曹瑞也是没太大作用 毕竟曹瑞是零牌啊 曹瑞被乐我们大不了不天命 不密罩就完了 是吧 好 这个成群继续开始反 把这个赵云捕刀四排 看样子带领大家集火这个孙策 这是可以的 因为三个人孙策在三个人的集火范围内 成群来了一刀 诸葛蛋来了一刀 待会赵云肯定会来一刀 四张牌的赵云还摸两排啊 除非他中乐是不可能断杀的是吧 好 我们又再次密罩这个曹瑞 结果诸葛克又来了一Q点 没办法 是吧 我看这个曹瑞 哇 又把牌给塞回来了 曹瑞表示割断杀了 我们这个在断杀了 我们只能把这个手牌目前来说倒来倒去 是吧 好 哎呀 这样子看样子 这个我们的孙策同学白白了 这个赵云是有杖麻蛇毛的 是不可能拍出这个红杀的是吧 我们只有一个桃 主攻裸奔 我们现在刚刚从这个3V4的劣势 变成了这个2V4的劣势 这个诸葛克又涨了一血一上限 都是在两个敌人阵亡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极其头衡 赶紧要把这个陈群激活下去 哎呀 但是结果这个拼点再次输了 我们看这个曹瑞能不能摸一下 他现在判黑 实际上比判红还好 是吧 他竟然顺着是手牌 没有顺这个杖八 很有可能他手上是有货的是吧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就就就放过这个杖八 好 陈群终于倒下 诸葛克克诸葛 诸葛蛋涨到七血七上限 发现这有两个诸葛家族的是吧 一个吴国一个魏国 哎呦 主公插了一下八张牌 全部塞了过来 是吧 这些牌他放万剑 觉得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就塞给我们了 我们只要不贝勒 可以把藤甲给弄上 哎呀 对 忘记了 这个诸葛克是有菊花刀的 主公落了菊花 被爆了 还好盼了一红 是吧 然后就恢复了一滴血 这个诸葛克打不着 想打这个诸葛蛋 让他觉醒 诸葛蛋说我手上五张牌 慌着觉醒干什么 是吧 不慌 哎呀我们这一九杀 这一八杀柯克又来了 又傲裁了一个伞 还是很牛逼的 然后结果这次没有傲裁 他自己手上还有伞 我们刚才为什么不带藤甲呢 奇怪 我们带了藤甲 主公可以开万剑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时候 那个带藤甲 可能会造成敌人打出高伤害来 哎呦这主公何必呢 你这莫名其妙的换武器干什么 真是 你塞过来就是了 反正我们又不弃牌 是吧 这多余的武器可以打 那个混乱 敌人过河山桥 是吧 也可以用来拼点 是吧 你这个急着换成一个刺雄蒜古剑 有毛用啊 好 这时候我们哎呀这个五谷还是可以的 这拿了一个火弓可以压赵云 是吧 赵云这个藤甲穿在身上 我们赶紧烧一烧 好我们要不要把这个藤甲穿上 穿上呢 我们还是不把这个藤甲穿上 我们总觉得会不会火弓 是吧 果然敌人是有火弓的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考虑 毕竟我们穿了藤甲 曹瑞一大把牌塞过来 然后敌人一个火弓 让我们掉两滴血 是很有可能的 是吧 好这时候曹瑞看着我们不穿藤甲干脆拼脸的时候 把藤甲给拥出去了 好这时候曹瑞又露出了他的菊花 这个赵云一个九杀 我们祖公来 哎呀一银成功 又派一红啊 又回了一滴血 哎呀这是这个简一马被顺走 当然他无论顺这个简一马 还是顺这个持久创武剑 效果是一样的 好祖克克来杀 哎呀我们一银再次成功 祖公的红色灰拓 红色信仰 让反贼方的多次这个输出化于无形 哎呀我们就漂亮 杀一刀 然后在这个有两个k点啊 这个密罩两k点 实际上有个k点加一码可以带上啊 是用不着这么拼是吧 当然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个带上的话 我觉得可能祖克反正他的这个我们也有逃啊 这个祖克克的牌也不多啊 他想砸死我们 没什么问题是吧 好这时候已经旁边的聊天区已经问了 为什么刘先生不穿藤甲啊 知道我其实也搞的不太清楚啊 可能我觉得这个祖子脚是怕被烧吧 毕竟这个祖克蛋这么多牌 还是让人很头疼的 哎呦这个祖公终于盼了一黑 被压到凉血了 这样的话这个祖克蛋肯定是激活祖公了 不会激活我们了 我们还有两个陶是可以跟他挡一挡的 好祖公的红色信仰不错 再次叛红啊 这个祖克克有本事你就砸我啊 我就凉血等着你砸 哎呀这个乐麻烦了啊 一银一银一银 哎呦这一银又成功了啊 这直接和那个红陶添过啊 我们这个火宫祖克克被祖克克无限了啊 怎么干脆转头打这个借早云是吧 这借早云看样子也被拼的不行了 这个祖克克哇靠 这神奥才神奇啊 这又又来了一桃子啊 这时候祖公又开了个难怪怒信 你又闻声你再来一桃啊 这下神奥才没戏了 早云终于倒下了 从一直的人数劣势都被我们搬了回来啊 现在哎呦这个祖克克又是一个神奥才 本来我们说可以二为一围观这个祖克蛋了啊 是吧 然后结果祖公再来一个决斗 祖克克又傲才一九啊 祖公再来一个古丁刀暴居 祖克克又傲才一闪 我的天呐 祖克克说你有你的这个红灰兔啊 我有我的神奥才啊 你就是看着我一滴血就是无法动我分毫是吧 好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祖克克最后的时刻 他估计会读我了 我们这一个桃就等着你读 你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傲才了啊 回合类是不能傲才的 这个祖克蛋已经没有桃子了 有桃子早就照云了是吧 好现在变成了我们两个啊 对这个九血九上线的这个祖克蛋啊 这个蓝蛮就有点着急了啊 当然也不算着急是吧 毕竟祖克蛋排多啊 你这你不趁这个时候把他这个这个血压下来啊 是吧 但是你后面这么多输出都打出去就有点着急了是吧 本来他排多 你把他现在把他的散耗掉 待会是给他更多的摸牌攻坚了是吧 这是可以可以打到他九血 刚才是什么九血九上线八排的时候就不要打了啊 这样让到这个觉醒的时候少摸点啊 当然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祖克克神奇的啊 一个觉醒又掏了掏出了古灵刀 把主公的菊花给爆了啊 这个主公悲剧的这个只剩一血两排啊 这个祖克克在这个时候还选择崩雪不崩上线啊 那个好啊 既然你想稳扎稳打啊 咱们奉陪到底是吧 好我们再一拼朝日直接用A点拼啊 看来剩下的都是好排啊 好我们看看他这一个国拆桥拆了古灵刀 有一个顺头千羊顺头八卦吃了一桃子 哎呀这好这两桃子一吃 就我们放心了是吧 这朝日把这个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祖克蛋看样子是不管啊 我们留邪了啊 这个一心要激活死这个朝日是吧 毕竟他如果杀我们 我们是可以弃白云狮子啊 他可能如果没有什么决斗火攻这类的东西 就不用杀我们了 好我们现在祖克蛋依然是七血啊 比我们俩加起来还多是吧 然后我们的好在是朝日防御力非常的刚啊 然后又有一个八卦证 这时候祖克蛋实际上可以考虑杀流邪了啊 带八卦的流邪被杀是非常尴尬的是吧 你是你被杀的是盼还是不盼呢啊是吧 你不盼八卦就那个要天命的话就要把八卦扔了啊 你要盼的话盼黑就要老老实实掉血啊 这时候这个祖克蛋实际上刚才是可以转转移目标的是吧 好啊这个祖克蛋看样子准备一条路走到黑啊 你既然一条路走到黑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我们这个流邪是是这是这这流邪这样的武将是是龙龙里放在旁边不管的啊 我们每回合拼你一下啊 然后这个朝瑞拼书了有八卦大不了八卦判黑还有灰拓是吧 那个拼赢了就不用说了是吧 好这个朝瑞再是一判又是一个黑啊 这个祖克克啊 祖克蛋终于崩到七血了啊 我们现在两个杀有多余的杀 哎啊对我们是民间效果两个杀都可以杀上去啊 然后再利用这个朝瑞的拼点再来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什么汉贤帝刘三刀是吧 刘邪刘三刀哎呦这个朝瑞这回怎么改变主意了啊 他可能怕这个这个祖克蛋爆发把他给爆死是吧 可能有防御牌留着手上一轮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被乐了反正也不细牌摸牌过啊 这一轮看看朝瑞手上有没有桃子啊 他刚才如果不敢民间的话啊 这一把估计啊 这一轮估计也不敢民间是吧 直接就托管了啊 这时候祖克 祖克蛋已经被压成了两血啊 已经没有什么血量的优势了 我们已经不怕他了啊 一个K点一个Q点毫不毫不犹豫啊 直接拼点啊 这个祖克蛋被打成了一血啊 但主公还有一刀 你祖克蛋是是九和桃吗 不是 终于这把我们完成了利息啊 再一上来发生了内讧 这个内奸孙侧 因为觉得这个鲁术不好控是吧 直接把他给忙死了 结果很不幸这个远位的鲁术居然不是反贼是个忠诚 我们一直就被反贼压着打啊 在压着打的过程中 我们发挥了神奇的意音啊 主公的这个红灰拓发挥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本身是和主公可以达成一加一大于三的啊 大于二的效果的是吧 大于三不敢说啊 这把虽然我们完成了二维四的利息 但那个时候陈群已经不行了啊 然后这个戒兆云给我们搞的不行了啊 然后这个反贼方在曹瑞身上浪费了大量的活力 都被我们的红色信仰曹瑞也先那个削米于无形 就相当于拳头打在棉花堆上了 当然这个诸葛克也向我们展示了神奥才的威力 但终究在你回合内赌我们啊 我们让你这个流失体力的时候 你是没有奥才的啊 终于倒在了我们的这个汉县帝天子的脚下 第二局是把内奸啊 看看这把有什么发挥呢 主公依然是曹瑞啊 最近曹瑞主公多一点 毕竟他刚刚出来的一个有主公记的主流主公啊 给大家大家那个了解的不多 这把实际上有新的看点啊 可以更更加深刻的了解啊 曹瑞这个带在主公的时候的发挥 好我们看主公一上来 对这个体力流失戒斗鱼进行盲军 盲斌娘加盲杀 然后又盲拆啊 这个戒斗鱼往死里打是吧 好然后一个远位的戒徐鼠 主公觉得是自己的忠诚啊 戒徐鼠又是卫国的 又跟这个曹瑞有配合 回合内可以两杀都是裸易效果是吧 非常的犀利好 这个戒斗鱼没有动啊 这个国家跟着主公搞十六八九是忠是吧 老看这个把这个戒斗鱼扒光啊 如果戒徐鼠是真忠诚的话 这个戒斗鱼的菊花归就要烂了是吧 好这个国家这一杀 又又一个五谷啊 戒斗鱼直接哭了啊 悲剧哎呦 结果发现了没有戒徐鼠是反贼啊 这下子主公悲剧了啊 戒徐鼠还拿了一把刀啊 在这个五谷下面啊 这个国家大骂一句一句二鼻鼠是吧 这你怎么能这样随便的盲直见呢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种盲直见是非常的有风险的 一定要明辨中间戒徐鼠可以爆两下 你看两个杀啊 这个主公哎呦 还是个九杀 这个曹瑞知道啊 那不是伞啊 手上是拿的是一个杀啊 是吧 掉了三血只回了一血 实际上是亏了的 这个军徐鼠这个才有有点莫名其妙啊 明摆的是个杀啊 你何必去猜他呢 好 大家看到发动兴衰啊 大家看到这个兴衰下去 群域掉了一滴血 让曹瑞回了一血 同时补了四张牌 郭家也掉了一滴血啊 然后又让曹瑞回了一滴血啊 然后又发动了这个这个遗迹 老曹瑞又发动了一个灰兔啊 又叛了红 瞬间变成三血了 大家看见没有 魏国的忠臣啊 在曹瑞局是多么的重要啊 这个兴衰我以前以为只能回复一滴血啊 实际上不对啊 有几个魏国的忠 那个响应这个兴衰 他就回几滴血啊 这个也是从当前回合历史生结算 刚才是介于楚的回合 所以历史生结算先由巡域发动 接受这个兴衰掉血给曹瑞补满牌 再由这个郭家啊 那个接受兴衰掉血啊 又发动遗迹是吧 然后这个曹瑞再发动他的灰兔 瞬间被这个介于楚捅捅了啊 这个啊 也没有捅菊花 毕竟五五拿了牌啊 被介于楚捅了之后啊 这个曹瑞瞬间心心松松的 把血量回成了三血啊 这个李儒啊 这个李儒 开了一大招啊 这个街头与神千难救 就要掉两血啊 但在我们眼里这肯定是反贼了 这已经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郭家就不用掉血了 因为借州鱼已经承受了 这个掉掉血的伤害啊 好 这个李儒又来决斗这个巡域 好 这个时候还有陶子的话 巡域可是有劫密空间了 刚才张一彩杀巡域 巡域没有劫密空间啊 现在这个李儒杀巡域 巡域是有劫密空间的 好 那又杀我们干脆流离 反正反正已经死一个了 把你巡域搞死 对我们内经来说毫无压力是吧 好 同时再说一下这个朝越这个民 这个盲民间啊 绝对是比刚才那个孙策的这个盲居的风险要大 是吧 假如这个孙策是个反贼 他觉得鲁树向忠臣把鲁树给盲死了啊 鲁树真是忠臣 那这个孙策可以吹牛啊 看我多厉害啊 是吧 如果鲁树是反贼的话 孙策可以骂鲁树啊 所以可以选将坑爹啊 是吧 像这个曹瑞他盲民间 这个风险就不一样了 你盲民间成功了 那是你牛逼 但盲民间失败了 像这样他给了这个鲁树 结果是忠诚要骂你傻茶 是吧 这不是你骂别人啊 你没有办法骂别人啊 是吧 所以说那个盲民间盲人德盲放权 这些都一定要当心 这比盲杀人啊 盲居的这个风险要大得多 是吧 重点就在于你没法甩锅啊 没法把这个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是吧 好这个国家先一个杀诱惑一下啊 那个第二个九杀 这戒鱼鼠表示 这点小伎俩你能骗得过我 好这个国家这个这个换 换武器的动作有点多余啊 他是有民间效果 是可以不用弃牌的 所以没必要换这个武器 我们已经把内奸给跳出来了 是吧 帮着这个这个主公 把这个戒鱼鼠给乐住了 好现在看这个张银彩不动了 看样子是断杀啊 这个李如也也不动啊 看样子也是没有什么锦囊 好他准备对这个李如的决策 是可以克制回合内啊 喜欢裸奔的曹瑞啊 但是曹瑞表示哥红色信仰啊 你你真能克我没门啊 我随便啊一个叛红 你那个决策就白费啊 李如说我反正也有一个决策 不用白不用啊 我也没亏是吧 这也谈不上啊 什么克制不克制 好这个曹瑞再次裸露自己的句话 这样子国家显然转移目标了 显然李如更糟的啊 刚才可能是想趁着这个戒鱼鼠 被被乐的时候进攻啊 现在这个看着这个李如更加容易杀是吧 那个而且他会和可以决策这个主公把目标转移到李如身上 好这个戒鱼鼠废掉了啊 他这个桃子就直接就这么吃掉了啊 这完全不管这个队友吗 有可能手上还有桃子啊 好你看这个李如这个无限 我们要不要一个反无限的没有啊 让这个让这个张艺彩去输出吗 张艺彩四十八九不会去输出这个国家的 很有可能去输出主公吧 但主公几个红色信仰交错人啊 这几个红判了之后 哎呀这个主公神奇连续判红啊 张艺彩还有第三杀 主公再判啊终于判黑了 这是四杀 哎呦是神奇主公再判 又是一个红哎呦 张艺彩四个杀啊 只让主公掉了衣血啊 还给主公送了一张牌 这个牌一送这个李如连决策也决策不了了是吧 这个曹瑞立马啊 这个让反贼有绝望的感觉啊 这红色信仰太强大了是吧 然后但是对我们内奸来说头疼啊 啊我希望这个主公多判几个红啊 让这个这个反贼方把自己的火力往这个国家身上转是吧 毕竟这个国家这个家伙 你不打他怎么办呢啊 我们干脆把这个曹瑞乐一下 让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实际上是内奸啊 你们这样打主公让我们内奸不好做啊 虽然国家不好打 但是怎么样也比曹瑞好打吧 啊是吧 刚才你们刚才这个浪费多少火力啊啊 又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啊 好这个蓝蛮一放 从此这个李如应该是会被我们收了是吧 我们刚才咦 这个这个我们内奸跳的这么明了 这个张一彩还不让收吗 好那我们只只能把这个脏麻石毛拍去啊 也可能张一彩觉得我们这个杀还没出啊是吧 非要把我们的杀给逼出来啊 这样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入了两张牌之后还收了三张牌 变成了五人局啊 主公的乐天过了 好这个五谷风登 又又拿一桃子啊 这个国家拿了一拆 看样子我们能够拿一个杀一个伞 都还是不错的啊 好看看这个主公要不要明见国家呢 主公觉得留了下牌啊 觉得国家的牌已经够多了 好这个国家 这个爆发很有可能这个戒徐 戒徐鼠胖子要顶不住了 好 虽然我们作为这个内奸头疼的就在于国家是吧 有他在我们这个反贼如果不愿意打他的话 我们就只能亲自打了啊 我们亲自打的过程中 也会加强主公方啊 激发这个国家的这个潜力啊 现在 刚才这个六人局 我们打国家还是可以的 现在是五人局了 把这个主公方潜力激发的太狠 怕场子困不住了怎么办 是吧 不过好在这个张英彩的这个防御还是比较刚打 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的 何况我们还有这个乐不世俗啊 这个把你的潜力搞出来 我们再把你乐住啊 让你发挥不出来啊 也是不错的 这样的话 朝日就没有这个民间的对对象了 是吧 你给国家一把牌他已经被乐了 哎 哇 这朝日真狠啊 你你你仗 你觉得你能拼得过我们无限吗 我们反无限啊 非要让你被乐啊 是吧 好 这个国家抓了一下路气N牌啊 路气八牌 他只能留三张牌在手 是吧 国家觉得你这个主公就一个无限 你你非要强行的对我发动民间何苦呢 好 这时候许蜀哎呀漂亮啊 我爱你啊 这许蜀我爱你 这是这终于朝越的红色夕阳 让许蜀感到绝望了啊 该转移火力开始打国家了 国家虽然拿了四张牌 但是许蜀这一个带领啊 这个方向的指引下 这个张一彩十九八九 会把这个火力去打国家了 哎呀 可惜张一彩断杀了 这这这我去啊 我们继续要乐国家吗 这国家是四牌啊 再把它乐住 这个铁锁啊 这个顺手牵羊 我们绝对锤一轮啊 这个找到合适的时候再顺 现在不知道顺什么好 哎呦 结果我们被乐住了 这个祖公终于不在这个名 不在这个名剑了是吧 这样只有一个无邪可欺 不敢再造次了 好 这个国家也断杀了 这个这么多牌 有九有鼓励有闪 只能弃掉了是吧 这个许蜀被卡成这个位置 他觉得反正不弃牌啊 不裸白不裸啊 好 我们看这个张一彩要不要 这个果格拆桥 国家无邪掉啊 张一彩只能判大点啊 都用无视距离的杀 张一彩又断杀了 这这这我们也被乐了啊 怎么办呢 七两个伞啊 过是吧 反正可能伞对我们来说 没太大的效果啊 有万劫我们有八卦 你杀我们我们流离 是吧 好 这时候这个朝日终于可以放心的 民间国家了是吧 看国家能不能打打工啊 这个打打工也好啊 这时候其实不用特别着急的杀国家 反对方都恢复的不错了 我们杀即使激发了国家的这个潜力啊 那个也不会那个让场面失控啊 是吧 毕竟反对方很健康啊 这个徐楚手上这个三只有三血 没什么牌啊 被这个寒冰搞的一塌糊涂 是吧 然后这个张一彩的这个八卦也掉了 好 看这个徐楚又又裸一一个名杀 你这何苦呢 嘿嘿嘿 好 看这个张一彩是够不着国家的啊 只能判啊 判了一个三点 那就没戏了 只能隔三打流啊 利用我们来流离这个国家是吧 国家这个挨了一下 摸了两张牌分了朝日一下 哎不过现在国家一血了 这个有希望啊 张一彩拿了国家的这个寒冰剑啊 换了这个雌雄啊 这里何苦呢 你这换了还没法调戏国家了啊 他什么准备用寒冰啊 寒冰国家 哎呀这给杀 好国家拜拜了啊 拜拜了 这一个九杀呀 主公是没有两个逃啊 这样的话 这个杀还是这个 啊 相当于是张一彩啊 这个反贼杀死了忠神 当然我们这就是也算是配合了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遭到主公的仇恨啊 这是没有底的是吧 赶紧先把张一彩的这个这个加一把给控过来啊 看看这个主公十六八九是不会明见我们的 是吧 我明摆的是内奸 他有杀自己可以杀这个许楚啊 这个许楚 通过裸一摸桃子还是不错的啊 他那个裸一摸桃的期望是比正常摸牌要大的 是吧 好这个张一彩看我们先杀谁啊 决定先杀张一彩啊 这个觉得这个许胖子留着慢慢玩啊 看这个曹瑞过来也跟着我们杀张一彩啊 一杀一万箭 哎呀 这万箭我们用自己的八卦挡一挡 不错 我们也是有红色信仰的 好看这个许胖子又是一裸一啊 然而命并没有什么用 是吧 直接弃牌过 张一彩圣贤 连吃两个桃啊 我去啊 哎服了又啊 这是一个三点他可以连续出杀 哎呀 这样的话主公麻烦了啊 这一下子被寒冰了 装备都扒光了 哎 哎 既然既然这样装备八光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啊 带领主公集火这个戒学处呢 你现在搞这个张一彩什么 这个主公集火跟不上啊 你看 好 这时候戒学处又裸摸一桃子 他运气还是不错的 好 这一个裸一杀命中啊 这个曹瑞红色信仰又回了一滴血啊 看这个张一彩 看样子要跟上啊 他要顺我们 我们肯定不让顺啊 这张妈不能给他 哎呦这一决斗 主公判黑啊 这又是一杀 哎呀这两个桃子被扒掉啊 这是悲剧啊 悲剧 这个韩冰剑对曹瑞主公的克制是相当的大 我们赶紧一顺手 顺过了张一彩 然后用杖拔舌帽拍出去 压他一滴血又 乐住了戒学处啊 保护这个主公啊 我们只有一个桃啊 这个戒学处虽然打中了 哎呀 来了啊 这一杀杀中了 我们赶紧给桃子啊 这个桃子肯定得救啊 主公再来一个红色夕阳啊 呦又判了一黑啊 入魔两张牌啊 这就是这 这张一彩如果再杀中 主公可能扛不住了啊 这一杀 哎呀 中了 没戏了 哎 主公还有一头犀利啊 又判了一红 回来凉血我们松了一口气啊 这真是松了一口气 开了一五股 拿蓝蛮还是拿决斗呢 我们决定拿了一个方片啊 乐不思俗啊 把这个戒学处给乐住 蓝蛮存一轮啊 主公估计要把这个蓝蛮甩出去了 是吧 主公先杀 张兴才又开蓝蛮入侵啊 这个张兴才表示 还有姐还要杀啊 这个蓝蛮下去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个主公估计性命堪忧啊 好 我们看这一个蓝蛮入侵 这个蓝蛮看样子是杀不死 这个哎 这个戒学处真屌啊 这有杀不出是吧 好 你有杀不出 我们脏八射毛 你都敢这样做 好 这个张兴才表示我还要逃着 这样的话 戒学处的命就是主公的了 是吧 这主公一杀 张兴才你还能逃着逃着来 两个决斗在手上 是吧 逃不出逃着来 这个主公就把我们 哎把我们给乐住了 我去 这这这这没戏了 是吧 这个张兴才没有领会主公的精神啊 这主公有点仇类 想送这个反贼赢啊 有伞都不伞 结果张兴才发动了寒冰剑 我们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鸡不可施 哎呦 结果这个九杀被张兴才闪住了 好在被乐不失属了 主公再次送凡 但是这个乐不失属的存在 张兴才只能悲剧的气排过 我们先先乐再乐 把两个全部乐住 再看看下一轮有没有机会 哎呀这个主公直接添过 是吧 又明见这个反贼 但是好在你 张兴才被乐 你明见了再多排也乖乖的给我弃掉 是吧 好我们既然有了一桃子 就不太怕主公送凡了 是吧 这个主公再次明见张兴才 好我们这有桃子 是可以替这个主公救一发的 是吧 主公直接灰兔给这个张兴才 给判定啊 张兴才结果他这个杀再出不了了 好我们这把相当的幸运 这个主公非常的坑爹 是吧 好在我们没有放弃啊 靠着自己的实力 终于把反贼给带飞了 然后再跟这个医学的超越单挑 那就毫无压力了 是吧 被乐了之后 我们下巴用伞一乐一过牌 再一杀 保证叫他带飞啊 如果不死的话 再把一个冰凉下巴再把它带飞 好 这把大家记住啊 这个主公曹瑞 他这个星衰季 是有几个忠臣响应星衰 就回几滴血啊 这个极限状态下 是两中一类都响应的话 是可以直接回三滴血的啊 如果再灰拓叛一红就直接回满了啊 如果只有两个忠臣啊 像这回两个魏国忠臣全部响应的话 他刚才是直接回了回了两血 再加上一个灰拓直接浴火重生凤凰裂盘 是吧 然后这个主公一上来 明剑这个远位的戒血鼠自己打脸了 是吧 这个打脸还连甩锅都不行啊 就像我们天马上经常有的骂的啊 我忙死了你 我觉得你是民反或者民中 就我忙死了既然不是啊 那我可以骂你选将坑是吧 但你明剑明剑错了 你还能骂别人吗 你只能承受自己的忠诚 来骂你是个二鼻祖是吧 当然这个二鼻祖果然比较比较坑 后面想肃反 哎结果张英才跟他没有领没有领会啊 主公送反的精神啊 居然发动了寒冰剑啊 被我们抓住了机会将这个反贼拿下 取得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好最后一则压轴录像又是一个内奸啊 当然我记得记得就书上有人问为什么有人仇类啊 这个不好说啊 这个仇类这个事情啊 反正他自己没什么赢 没什么赢的希望了 他觉得你看你不爽 觉得你讨厌他就仇理啊 这你是没法这个控制的是吧 好 我们看这把我们对主公非常的友好啊 主公选择了路神啊 我们直接选择了邓爱啊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放弃单挑了 我们在单挑路神的时候最强的状态就是四血 四血带马术啊 四血减二马 是吧如果那前面不幸觉醒了啊怎么办 只有三血减三血的一个一个马术武将跟陆迅单挑了 好这时候陆迅直接盲驱这个寻御是吧 寻御说你连营吧 我哥是忠诚的直接弃光了 陆迅的意思是你寻御跟我陆迅有毛的配合 我要连营需要你竭命吗 直接把那个陆迅往死里打 何况这个张松这个献徒更加激发他这个激发他这个这个盲驹的这个热情是吧 结果把自己的神中徐域给搞死了 那我们内将来说压力三大这个张松也明显的跳了一忠诚 那后面的就全是反贼了 大家看到反贼的阵容极其的强大 有鲁柱鲁术鲁大师还有这个灵统二张的神奇的组合 然后加上一个8号位吸血狂魔顿反魏严 然后忠诚方这个三血小脆皮张松怎么办 好不用多说进入了烈士 那个优势局靠这个求吻烈士局靠啥 易银我们直接挂了闪电 想易银一把这个火杀要杀这个鲁苏吗 这把我们觉得不杀 觉得鲁苏十有八角是个反是个伞干脆留一轮了等你把这个杀给耗掉的时候再搞是吧 好这个灵统放了一栏麦露青 然后又一决斗我们也路腿一个田至少有马术了 但是现在场上形势危急估计我们不觉醒搞不觉醒搞反贼的话是搞不过的 搞不过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是吧 虽然觉醒之后跟陆迅单挑的时候状态会更差 但是如果不觉醒很有可能都看不到单挑的希望 好我们看后面剧情怎么发展 然后这个魏妍来过个拆条该拆就拆 结果陆迅反正留的是一张烂牌 你拆了的话他还滑的来了是吧 这个顺比较比较狠 张松的桃子被顺走了 这一个蓝麦露青 魏妍十有八九要吸血了是吧 这个露青表示哥不让你吸 但是魏妍有捡一马 他依然会吸到张松的几口血 哎呀这一赢的可以啊 在烈士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一赢了 这个陆迅连着神连营又是一个蓝麦露青出杀 然后又连营了一桃捞回了张松 但是仍旧无法阻止吸血狂魔啊 把这个血吸满是吧 陆迅哎呀 这个魏妍又来了一万箭齐发 哎呦这回终于表示连营不给力了啊 终于不是伞也不是陶啊 然后我们可以一赢第三张田到手 来一个觉醒爆发啊 看看有没有希望啊 这一个伞 好我们连着三张没有红桃啊 这个觉醒爆发希望能迅速带飞一个反贼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个2v4啊 即使能够带飞一个反贼 我们还是人肉上的劣势啊 我们再看这个陆迅能不能啊 玩出点花样来啊 这一瞬被诬陷了 哎呦你这太让我失望了是吧 好在我跟我们跟陆迅的牌都比较少 这个鲁迅的啊 这个鲁苏的帝蒙是发挥不了威力的是吧 他耗施依然犀利好 这把下去 我们刚才这个火杀没杀 这把这个火杀可以发挥作用了啊 这可以哎呀还有两个火杀啊 这一个瞬 争取把鲁苏的伞给送过来啊 可惜他有个加一码 我们不能全部顺光 好但是已经送了一个伞 就可以拼了啊 就啪的一下杀过去啊 鲁苏说别杀我我累 这时候你跟我们叫有用吗 我们才是内奸是吧 哎呀可惜这个一银失败啊 张二张手上还有一个桃子 这把没有砍死这个鲁苏 但是我们作为有囤田的男人啊 有囤田的男银 你这个鲁苏真的会帝蒙我们的火杀吗 不一定啊是吧 好我们这个灵桶啊 这个顶着我们的这个这个囤田来拆啊 我们这个一银再次成功啊 我们这个没有成为这个仲桃专家 仲桃农民连去四天全部飞红桃 是吧好我们看这个二张跟这个灵桶 要开始愉快的玩耍了啊 好在这个二张的状态比较的差 然后我们陆迅跟这个这个邓爱都比较克制灵桶的拆牌 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希望啊 好这个鲁苏目前来说他这个单号师就已经让我们很头疼了 是吧他这个帝蒙的话我们是不是很怕的 好我们陆迅再次发挥了他的这个神连营是吧 你杀我有伞你兵我咱不怕啊 这个哥反正这个这个这个有连营啊 结果兵还添过了 好这个火攻下去中了没 这下中鲁苏肯定要完了啊 这要两个桃 这个鲁苏身上有一个桃 反正方还有桃呢 好这个二张肯定不是桃啊 就看这个魏延有没有了啊 这个魏延没有 鲁苏死了 我们从这个人数的劣势被我们搬回来了 现在只要再打死这个二张 我们依然能够那个进入一个欢乐2月2 这个主攻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即使我们以一个三血马术跟主攻单挑 只要你保持这种一血啊 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的 这个陆迅果然一个神奇的联营来了 起了一个沙手上十九八九是散户的九 好因为我们这次直接啊 顺过他的这个闪啊 这一个火沙还有这个诸葛连鲁在手 是吧看这个二张死了之后 能有几张沙给我们 我们只要两张沙啊不要多是吧 哎呀只来了一张沙啊 这可惜了是吧 这一张沙是不够把这个 哎呦刚说不够把这个魏延给给给搞死啊 结果我们再次一赢成功 从这个李统这里顺了一张沙啊 是吧这刚刚这张沙就足够了啊 这个魏延也飞了 我们从这个欢乐二位二直接变成阻列反啊 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这个祖公性命堪忧啊 再留着这个两个反贼 起火这个祖公还是很头疼的是吧 我们干脆连这个反贼都不想留啊 生怕他把这个祖公给爆死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祖公对我们的表现非常的呃 那个赞许是吧 我就说过你要怎么样让祖公不仇理 完全看你的表现啊 刚才我们那个大小可能连续两次流离忠诚 让遭到祖公的记恨啊 那个那这把我们这个邓爱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是吧这祖公想恨我们也肯定是恨不起来的 好 但是我们现在跟祖公进入单挑了啊 这个祖公肯定是想空内想都不用想啊 是吧 一个邓爱在单挑的时候 基本上屯田是个摆设啊 屯田极其都是摆设是吧 然后这个杀了这个反贼又有三刀牌自己又一血 他有什么理由不杀这个灵统来杀我们邓爱呢 还是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胜利送给灵统呢 所以要不仇累啊 只有两点因素啊 一个是你在打的过程中正好有场上的形势需要 你比较偏祖宗方啊 这个祖公就不一定会仇理 第二个是祖公有胜利的希望 他就不会仇理是吧 这个陆逊显然现在他的胜利希望比我们还大啊 他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送反呢 只能是智商有问题了是吧 刚才那个朝瑞确实胜利的希望是比较小的 好但是我们的手气非常的给力啊 直接靠着裸摸啊 每回合出一张杀都是比较难的啊 是吧一般两回合一杀 我们基本上可以 我们刚才居然打出了一回合两杀是吧 把这个陆逊压到了一血 好然后乐不速度我们再次一行成功 又直接红桃过了啊 好哎呦我们这次多举了一个借导杀人的动作 被这个陆逊给无限掉了是吧 本来一个火杀就赢了的啊 但我们怕这个陆逊身上是散是吧 结果来了一个借导杀人 结果发现这个陆逊身上不是不是散是个无限 又连了一个一个银 但是我们再次一银成功啊 这个连银上来的不是散啊 只要不是散啊 陆逊就没戏了啊 还是一个无限可接啊 怪不得陆逊刚才在犹豫 他要不要无限接无限 再把这个无限给用回去啊是吧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再无限啊 结果终于被我们一个火杀带飞了 这把其实相当的艰苦啊 这个主这个主公忠诚的盲驹盲驹到寻语 他觉得寻语给他补牌没用 实际上谁说牌没用啊 你一回合外一一牌的时候 寻语可以给你补三张牌啊 那你真的觉得没用吗啊 但不管怎么说你忙错了 那又是你傻是吧 一下子让我们进入了这个二三维四的烈士啊 然后瞬间这个张松扛不住 变成了二维四的烈士 但在烈士的时候一银成功啊 那个陆逊的神连银 加上我们的这个神手戏啊 连续将反贼给带飞 最后主公也完全和我们和不起来啊 我们这个邓爱啊跟杜逊单挑啊 在这个主公眼里无比的可爱是吧 这几个技能都基本上废掉了 一个三血白板啊 顶多带野马术跟我单挑 何乐而不为力 但是我们就靠着这个手上的这个火 这个这个手手风极其顺啊 认识回合内连出两个杀压你到一血 你挂了腾甲我们就来火杀 将你一刀带飞 好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